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生写了四万三千多首诗 基本上都是滥诗 他还把滥诗刻在北宋汝瑶的青瓷盘底 以及新石器时期的预板上 这根本就是文化犯罪 令人痛心疾首 两百多年来搞收藏和字画鉴赏的人 还有文学研究的人 对乾隆恨之入骨 糟蹋艺术 破坏文化 附庸风雅 这究竟是道德的轮障 还是人性的缺失 让我们走进乾隆 人的行为必然有其深刻的心理动机 我试着对乾隆毕生创作滥诗 喜欢镜污名家字画的行为 做一下犯罪心理分析 其一 乾隆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 我怀疑他有强迫症 写诗成盈 对单一文体过于偏执 表达过于旺盛 是一种精神障碍 就算自拿术罪 少得五言来算 乾隆保底写了一百万字诗歌 弘历老师此前还说 一亿忘九之念 所计偏诗 给予全唐一代诗人偏诗相恋 可不为一铃甲话乎 请问 他这跟吊丝狂打游戏斩金币的心态有什么区别 全唐诗四万多首诗 大榜名篇佳作 千古传颂 乾隆的烂诗堆在今天的故宫里 罚人问津 他硬要一个人写一堆 跟全唐诗比数量 还自我感觉良好 觉得自己是艺术圈的一段佳话 四爷你真是棒棒的 要不要举高高 四爷还真的喜欢举高高 一直很骄傲 号称年营终日服设行 妻子聊当部起居 起居住这种东西 就是把皇帝一举一动 吃喝拉撒翻牌子 见了什么臣子 干了什么事情 都记录下来 天子无小事 乾隆把创作和起居住融为一体 堪称一大创新 写诗就是写日记 作为清朝天字第一号大名人 他很清楚 绝对会出版发行 天下名人的通病 写日记的时候 就为以后出版做准备了 其二 但他年轻时候也有真情实感 秋娘角角秋风起 千山万山收红子 南院平无小色寒 游丝白日长空 我从前岁坝修为 经年未到男孩子 重来历历已久有 真教见烈心游戏 这诗算不上佳作 至少还跟正常人一样 说人话 写正常的诗 那时候 弘历还是皇子 还在雍王府里 乖乖扮演情勉浩爵 千千君子温润如玉的角色 当了皇帝以后 他就逐年失控 变闷加厉 乾隆很欣赏杜甫 极为推崇杜甫 可见 他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诗 好诗怎么写 他只是太享受臭事也要吹成香 这会上瘾 被吹捧的时候 人的大脑身体会分泌于块物质 有的人 甚至达到卢内高潮的程度 乾隆这种公文当师写的毛病 乾中书深恶痛绝 恶心反味道想吐 乾中书在残义录中直接吐槽 清高宗一文为诗 语著拖沓 令人作呕 我就随便翻了一首乾隆的诗作 两度蒙山都见雪 近来风顶又生云 以看机遇圆如熙 事更飞扬亦可心 这是啥意思 两次到蒙山都看到雪 这回到山顶上有云 堆积得像玉一样 要是这次再下雪 我就更高兴了 活生生的小学生作文 乾隆特意还用了个现在少用的冷屁字样 其实 这个字就是雪花的意思 写诗怕重复用一个字 显得词汇量特别不足 绞尽老师换个雪字 乾隆老师也不容易 这么一笔 山无银蛇 圆池蜡下 多么新鲜别致 不知道比四爷红利高到哪里去了 其三 历代帝王会写文章写实的很多很多 但是呢 话语权始终不在皇帝手里 皇帝是被人评价的对象 自己评价自己始终不好意思 看起来帝王万事强势 但实际上在文化上是弱势 当时一堆陈公们大拍马屁 他心里明白得很 以后难免被喷 被黑 被差评 与其被人写 不如自己写 把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 思想观念 道德教化 全部记下来 我们除了挑剔 他是写得烂 还真的没法抹去他这四万多手衣食住行 发号施令 说教和自我表扬 重要帝王人物 一切皆是料 当皇帝也要脸的 文志武功 道德文章 秦政爱民 都是硬性考察指标 想要赢得身前身后名 很不容易的 德 能 秦 己 连 一个不能少 在嚣张的帝王 死后也忍走茶凉 人们并不会真心纪念 除非他像秦始皇一样 第一个当皇帝 像赵真一样忍得 像李律一样走心 像康熙一样传奇 像刘邦一样富有个人魅力 像朱元璋一样够狠 像李世民一样英灵 像成吉思汗一样嚣张 这也是他强行在历朝历代艺术真品上打卡的原因 不能走到后世千千万万人心里 那就霸占C位 无论如何我们的视线都绕不过去 虽然自知才华不够 不能让你们真心爱我 那就让你们躲不掉啊 聪明剔透 独辟西境 抄了一条小路 十分牛逼 四爷的内心独白 想必是 我爱心觉罗红利 就喜欢你们看不惯我 又拿我没办法的样子 为此 四爷一生刻了一千多方印章 乾隆保守里都记录在册 带着什么干什么 管他字画与卷宗 不能盖章的玉石木器 那就硬生生刻上去 上 盖成大花脸下 刻在盘子底 你们总不能把王羲之赵孟府的字画 丢到洗衣机里洗干净吧 你们总不能把周代的玉归 宋代的青丝磨一磨吧 是的 我们不能 嗯 四爷这心里是有点扭曲 钱中书说乾隆之师令人作呕 四爷的小蒜盆是 大家吐着吐着 还不是习惯的 其实 四爷拙虑了 也努力错了方向 做的都是无用功 他万万想不到 两百年后 一部戏说乾隆 让他走进了千家万户 留下风流倜傥 为民作主的好印象 另外一步还猪格格 让小燕子的黄阿玛 每个暑假夏天都霸占屏幕 就算他活过了 自己亲自投资电视剧 把自己塑造一番 也不管用 文艺这东西 越是一本正经讲道理 越是搞得烂 反而是放轻松 随机拍出来 深入人心 就得顺应人民群众的口味 多搞点微服私房 杀几个大贪官 多下几次江南 多点风流小运势 找郑少秋那样 见眉星沐浴树林峰的帅哥来眼 或者吹胡子瞪眼 跟他的还竹格格们嬉闹 到民间微服私房 继续为民除害 其实 还竹格格就是一部 中年当地版的戏说乾隆 本质上是一回事 想刷存在感 真正靠的还是大众文艺作品 靠的从人民中来 到人民中去 早至今日 他就不用使出吃奶的力气 写四万多首烂诗 拼命遭到那些千百年的中华文化瑰宝 蹭他们的热度 碰他们的词词 作者沈佳科著名作家 评论家 湖北省青年委员 武汉民盟文化委员 已出百五十多本小说 文集 蝉联影响力作家文学贡献奖 个人微信号 武汉民盟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